原标题 交通落后的古代 春运期间如何有效解决回迦南的问题 2019年1月21日起 春运正式开始了 预计发送旅客29.9亿人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每年周期性上演 与现代春节返乡的打工族不同 古代春运的客流主体是官员和商人 因此决定了古代春运别具特色 永迟不断 古人加入春运返乡客流 第一件并不是登陆12306验证请 而是瞻不吉凶 回家之前 古人必定会翻一下黄历 看一眼每天一几 据2019年黄历显示 春节前一出行日子只有七天 全年也就107天 嗨嗨 买好车票的小伙伴们 你买票时看黄历了吗 古代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运 先得问问黄历 这仅仅是古代春运第一九 福一清代了黄历年的历史 远远流长 在尔雅中记载 唐于约赞 夏约岁 商约四 周约年 由此 可见 在周代就有过年的传统了 春运也随之产生 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道路条件比较简陋 一路颠簸 足够春运返香客喝一壶的 回家难的关键在于行路难 这是槽点满满的第二种 面对矛盾 古代统治者着手加强道路建设 在周朝 凡国也知道 实力有鲁 鲁有以实 三十里有素 素有陆氏 陆氏有为 沿途建设大小不一的服务设施 为往来的官民提供休息 餐饮和住宿服务 春运途中的小伙伴 再也不用担心饿着肚子赶路 胡二秦知道这种情况 在秦盖有所缓解 在《汉书甲山传》中 有秦为迟道于天下 道广五十步 三丈而述 后住其外 引以经椎 术以轻松地记载 秦池道相当于国道 宽六十九米 风向八车道 两边种植轻松 既氯化环境 又防风降噪 这一环保理念 仍然公路和铁路 广发适用 池道实行官民共享的原则 位于中央位置 约七米路面 是VIP通道 产权专属皇帝 便与他快速通过 两边共行人和马车有序通行 快慢结合 尊卑有别 除此以外 秦国还出现了指导和鬼路 指导南至咸阳 北至内蒙 玉山开凿 玉水架桥 玉谷垫土 宽约六米 因少有弯路 顾明之道 鬼路类似于当时的高铁 不同的是秦国以静木为枕 平铺成路 马路行驶在鬼路上 速度相当快 史记中描述的车同轨 有了现实的依据 畅通的交通 是春运的有力保障 解决了古人独代一厢城一刻的惆怅 图三古代牛车改善了春运第二窘 古人紧接着面临第三窘 春运回家需要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 先看看陆地的 当时的交通工具以车为主 分为人力车和处理车 人力车适合短途出行 有年车车 独轮车 机工车 黄包车等 演示轿子的前身 试车是运送石头的大木车 独轮车和机工车都是独轮数 推车 黄包车是轻末才出现的 最初由日本进口 又称东阳车 矗立车是春运长途运输的主地 牲畜主要由牛 马 骆 鱼等 通常以马为主 常见车型有站 独站车 自车 安车等三种 站车是由车员 两轮 方形车厢组成 源自先勤站车 轻院简单 很接地气 普及率高 资车的最大优势 在于车流为盖 前后遮蔽 客户两用 在春运时 类似于长途卧谱大巴 安车只有政府官员才能享受的高级豪车 不是草根阶层能够享受的 图四宋代的文人贵族出行 装备齐全载来看水路的 春节时期 坐船返乡省时省力 花钱不多 是个不错的选择 问题在于坐船出行 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春节处于冬天最冷的时期 南方河流尚未疯了 北方的河面已经能跑满了 夹在北方的铜鞋心里哭 心疼他们一分钟 吐五宋朝的水运 除此以外 没钱没事的百姓回乡 只能靠双 脚一路抱走 省钱费血 劳心劳力 据测算 按行程看 马车最快 每天能达到五十七十公里 行船七次 每天三十四十公里 步行最慢 每天只能二十五公里 春运途中的古人 还要计算好行程 方能及时回家过年 春运回家 路费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古代春运第四季 古代交通运输体系 分为官办 商办 民办三种 无论哪一种都是要收费的 以唐朝为例 运驾实行全国指导驾 根据实际情况上下浮动 并且明确了最高和最低限价 在唐六点中记载 可货运输里程有详细规定 具体而言 车载一百斤货物 驱车一百里 运费是九十文 人力驼运一百斤 驼运一百里 可得一百文 如果是山路 上涨到一二零文 最高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文 如果是平地驼运 不能低于八十文 两人合力驼运 依旧按照依托收费 水运则便宜得多 黄河 长江以及北京道 河北卢龙逆流十六文 顺流六文 其他河流逆流十五文 顺流五文 图六里百七百零一年 七百六十二年 这样的收费是否合理 看看李白回家过年的遭遇就造了 开元十八年公元七百三十年 三十岁的李白 从长安返回老家江游过年 出长安 经大散关 过陈仓 月秦岭 翻大巴山 走金流道 全程一千八百里 山路占据了三分之二 李白一行两人 租马和步行相结合 花了三十天 总共花了十二贯 折合现价 相当于三万元 这只是单程票哦 李白后来官居六品汉林院编修 不过是三个月的工资而已 换成现在 足够买一辆小面包车了 相较回家过年 留在一厢过年的人 自然是泪点横飞 妥妥的第五酒 随代诗人薛道衡 是山西万戎人 有一年 他从北方到南方办事 误了归期 看着异地浓浓的年位 他由衷地写下了 人日思归 诗日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 思发在花前 从诗中可以看出 薛道衡写诗时 已经年初七 因为没有及时回家 与家人团聚 心中流连出无限的思念和乡愁 扑西西山行旅途无独有偶 唐代诗人王湾是河南洛阳人 一生往返于无数之间 有一年 他搏传江苏震江的北库山 被潮坪暗阔 青山绿水的壮丽情况打动 留下了四北库山下撤首诗 其中的海日生残艳 将春入就年成为千古名句 流传至今 无论古今 回家过年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习俗 春运解决了小伙伴们回家过年的心愿 再苦再累 也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祝愿将来的美好 归根结底 家是一抹相仇 实演着回家的方向 千万游子回家的路途中 正是中华民族强大向心力的象征 生生不息 如沐春风 文 即白当黑参考文献 唐六点试剂 尔雅文字 由历史大学唐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 网络版陈盔原作者 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